再见 再见了 回来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呢 你又为什么在这儿 静明资本解散了 我来看看陆总 好 只是来看看她们 你误会了 陆总她是 我误会了 学长 学长 你要是觉得我今天的行为 又是妥当 那我想你道歉 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你还想有下一次 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吧 你别走 把话说清楚 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在静明资本三年 现在公司没了 大家都很难过 你非要在今天跟我吵吗 你是因为静明资本吗 还是因为她陆静明 为什么她一有风吹手动 就叫安全马后 你不是就忘不了她吗 就这么破玩偶 你当宝贝一样捅着 你还说对她没意思 你知道我傻子吗 我以为你跟她不一样 结果你们都一样 喜欢叫她两只船 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她什么时候好上的 好多久了 你们上船了吗 苏文人 你过分了 你别说 蒙蒙 你这么帮她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对呀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们俩别往那方面想 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就你会讲话 好 好 这个 刺激她 开导她 交给老爸了 也交给我 我们一起刺激 一起开导她 对 就是就是 好不好 叔叔 昨晚没睡好啊 没有 睡也挺好的 想睡不好也难 这儿好山好水好空气 又没有雾霾 人哪 都精神不少 叔叔你坐 来 刚起来就做相话了 走 跟我买菜去 老宁 一婶 这 老娇女婿上门了 她是 远房姑妈表弟侄儿家的大外甥 大外甥 对 这年纪可大了点 行 回见啊 回见回见 快 回来了回来了 怎么这么一大早就去买菜了 早上的菜新鲜嘛 来来来来给我 来来来给我 去去血水啊 你们也洗洗手准备吃饭啊 好好好 你们快来先吃 别一会儿凉了 我跟你说啊 小陆今天帮我砍价 砍了三块两毛钱呢 今天晚上的凉菜出来一个啊 就算是小陆请客的 陆总都会砍价了 嗯 小陆 这是阿姨 特意给你做的煎饺啊 这个吃饱了以后 待会儿跟我一起 把房间再好好地收拾一下 好 好 小陆 你会杀鱼吗 帮阿姨杀条鱼吧 那 来吧来吧 快 来 小陆 别坐着了 去打点桂花酒来 过中秋节要用的 好好好 带钱了 要要要要 小陆 你干吗呢 千万别老坐着 这人一坐 时间长了就有惰性了 等一下就 喝 来 去 把那花花草草的都给浇上 他马上他们喝足点 那几个 那几个 对 你啊 我还以为还是你爸呢 你爸睡了 睡了 姐姐发喝点茶 你爸 这一天脚不沾地的 过得挺充实的 还充实 我怎么感觉 你是给你家找了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啊 还笑啊 幸灾乐祸那样 又 又能怼人了呀 陆总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 你爸知道我以前 那么对你 他存心包袱我 怎么可能